A-10雷霆2作为服役了45年的战斗机 美国空军曾经试图用F-35来取代它 只可惜失败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能干的活 没有谁能替代 而在今年的6月19号 美国空军再次授予了雷神公司 一份4620万美元的合同 用于升级A-10C的航电系统 今天大兵和各位聊一聊 升级后的A-10C 雷霆2究竟强在哪 众所周知 美国空军参与的战争的频率 和全世界所有国家空军相比 还是非常高的 从2001年阿富汗战争开始至今 他们似乎就没有闲下来的时候 这就导致美国战机的使用成本非常高 但实际上像样的对手并没有几个 例如海湾战争的伊拉克空军 那样的水平已经算得上是强敌了 所以在很多时候 美国空军面对的对手 都是那些根本没有像样对空防御能力的游击队武装 而对于这些对手 美军如果使用为大国战争研发的先进战机 那显得有些浪费了 最直观的体现就是 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打击反政府武装方面 使用对地用途的F-16、F-15系列战机 就显得力量过剩 再加上这些战机较高的使用成本 因此美军便开始研发列装一种性价比更高的对地攻击用途战机 而A-10作为美军现役主力对地战斗机 虽然战斗机性能非常不错 但是由于喷气式飞机的设计 使用维护成本也同样不低 根据美军曾经公开的信息 皮操肉厚的A-10 一小时的使用成本也需要12000美元左右 再加上使用寿命的问题 于是美空军在2017年开始了一个代号为OAX轻型战斗机项目 当时美军根据为阿富汗采购战机过程中对螺旋桨战机的认可 决定轻型战斗机计划将采用螺旋桨战机 因为现如今通过加装现代化航电系统的螺旋桨战机 性能方面是早已经超过了二战的时候 再加上螺旋桨维护保养起来也比较方便 所以A-29超级巨嘴鸟就成了合适的选择 不过随着现代单兵防空武器的迅速普及以及扩散 螺旋桨战机飞行高度有限 速度也较低的问题也会成为了一个很大的缺陷 例如去年的利比亚内战中 螺旋桨无人机频频被击落 也能看到此类战机似乎已经发展到尽头了 于是在2021年年初的时候 美军决定暂停OAX轻型战斗机项目 对全部现役的A-10C雷霆2实施技术升级 按照美国空军的打算 升级后的A-10C将获得1万小时左右的附加寿命 也就是说延寿之后的A-10C将起码服役到2035年 甚至是2040年 这意味着A-10这款冷战时期著名的坦克杀手 将会服役60年之久 一直以来呢 A-10都是作为美国空军对地攻击的主力 为地面作战部队提供快速 直接的近距离空中支援 负责清理地面目标 并且在地面部队执行搜救任务时 完成空中火力掩护 而提到它 绝大部分军迷的第一印象呢 应该都是它装备的内门 GAU8型7管30毫米航炮 威力巨大的它 在装填完毕的情况下 权重高达1.8吨 重量占了A-10战斗空中的17%左右 据说这款航炮 在发射特种合金穿甲弹的情况下 能够在射程内 射穿当时作为苏军主战装备的 T-64型主战坦克的侧面和顶部装甲 即便是连苏军随后列装的T-72 也能够轻易射穿 因此起初的A-10呢 经常被调侃 整架飞机都是围绕一门机炮设计的 不过大兵却认为 这说法呢 是外航人的看法 为什么 因为A-10出名的主要原因 并不是因为它的航炮 首先A-10承担的战术任务 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双重性 一个是反游机 另外一个则是反坦克 而随后数十年里 美军对A-10的改进 实际上呢 也是在这两种任务中 反复横跳 其次反坦克任务 对于A-10A来说呢 所携带的A-65DK 小牛空对地导弹 实施反坦克任务的效率 也远远高于这门 GA-8型航炮 与其说 A-10是围绕这门航炮设计的 倒不如说 它是围绕小牛导弹设计的 至于大兵所说的 A-10承担的战术任务 具备一定的双重性质 主要是因为 它从一开始呢 就不是一个单纯的 反坦克战斗机 毕竟美军着手设计 开始制造A-10原型机的年代 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 而当时 以美军在东西德边境线上的 总体防御计划来看呢 采取的是主动防御纲理 在这样一个作战方案的前提下 空军负责 战役纵身遮断的机型 是可以在苏军阵地里 快进快出的 具备较强的战术轰炸能力的 F-105 F-111B 甚至F-4E等机型 A-10这种亚音速战斗机 根本就不适合 因此 A-10的设计初衷呢 并不是为了跑到东西德边境线 去当坦克杀手的 而是为了给越南战场上的美空军 提供一种相对廉价 且能够承担较低强度地面战的 截断任务 有效打击敌方无防护 或者轻防护目标 说白了 最初的A-10 就是专门用来 反游击队的战斗机 不过随着上世纪70年代后期 美军在西德的总体防御计划 被调整成了FOFA 也就是接续部队打击 同时美军的F-15A制空战机 开始在欧洲上空投入使用后 可以说是碾压了 苏联的米格2123这种二代机 而这时的AGM-65DK型反坦克导弹 也逐渐成熟 在这种情况下 A-10才有幸成为了 美国空军一线部队空中支援 与潜进纵深反坦克攻击的主战机型 至于坦克杀手的名号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得到的 只不过这位坦克杀手的主要攻击手段 从来都是导弹 并不是那门实战命中率很差的航炮而已 冷战结束后 意味着苏军向西欧实施 大规模陆地进攻的风险瞬间消失了 所以 A-10主要承担的战术任务 又横跳回了反游机 在美军打完海湾战争后 也意味着A-10失去了一定的价值 所以 他们就一直在找机会 把这个冷战老古董给淘汰掉 美空军曾经多次向国会提议 将A-10退役 但是都以失败告终 因为无论是当时的F-16还是之后的F-35 都不能完全取代A-10 去干近距离对地支援这种高风险的脏火 例如他在前进部署 出动效率 执行任务多样性等方面 都要比一票美军先进机型 皮实耐用的多 最直观的例子就是 A-10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表现 使用重力航弹 反坦克导弹或者航炮 打个游击队的战斗队形 攻势碉堡什么的 相当好用 在这种情况下 A-10顺利迎来了第二春 不仅成为了美军在阿富汗 伊拉克前线活跃的空中支援机型 甚至还进行了任务拓展 实施了多次的航电升级 整合了狙击手吊舱 换装新型的MMC 任务计算机和综合化航空电子系统后 意味着它将能使用 更多的精确制导弹药 而改进后的A-10 也有了新的代号 A-10C雷霆2 相比航电火控系统都相对简单 承担的任务也相对单一的A型 A-10C在多种任务性能上 都有了脱胎换骨式的改进 不仅可以承担CAS 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 在战役与战术纵深阶段类任务上 也能做得很好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可以被称之为 低端版本的多用途战斗机 从A-10A型到C型 性能方面的提升来看 美军在2021年 选择继续改进服役的A-10C 可以被认为是从A-10系列 延续下来的任务拓展 根据美军公开的信息 主要包括两块内容 一是对A-10C现有的航电 火控系统进行进一步升级 当然这其中包括了对 MMC任务计算机的继续更新 同时对基载ECM电子对抗 战术数据电系统也要进行升级 而升级后的A-10C 也将换装新型的座舱显示前端 就是从目前的一屏两下显示构型 增加一块HRDS大型彩色显示器 能够将显示更为立体全面详细的战场态势 或者吊舱瞄准图像 信息化程度也更高 因此未来升级后的A-10C 代号很可能是A-10E 这里的E指的是电子战 第二则是在火控系统升级的基础上 对A-10C能使用的武器弹药种类 进一步扩充 目前可以确定的弹药有两种 第一种是具备精确制导能力的AGR-20APKWSR型精确制导火箭弹 这种采用半主动激光制导的航空火箭弹 可以配备诸如AH-64E阿帕奇守护神和F-16CD这种新机型上 除了可以用于地面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外 从理论上还可以用来打击空中飞行的小型目标 第二种则是美军正在准备给B-1B型战略轰炸机装备的GBO-39炸弹 也就是传说中的SDB小直径精确炸弹 这种炸弹的重量仅有110公斤 内部装填有23公斤高爆炸药 能够对加固机堡 坦克装甲车辆 步兵炮兵永备要塞攻势等进行有效攻击 命中精度可以达到1亿内 按照美军的说法 GBO-39在加装了相对应的套件后 实测投掷距离能够达到60公里左右 具备一定的超视距攻击能力 同时在此轮升级中 A-10C还要继续优化使用GBO-31型GDAM精确制导炸弹的命中能力 不过在A-10C上一轮升级中呢 已经达到了美军预期的性能 所以大兵这里就不提了 而除了继续整合精确制导弹药 继续升级航电和火控系统 其实A-10C在2019年就已经完成了对部分机体与机翼的更换 延长了使用寿命 目前对发动机的延售也在同步进行中 那么对于美军费了很大力气 又一次对A-10C实施新一轮的升级 如何评价呢 首先这次的升级啊 以A-10C目前的状态来说 也算得上是理所当然 毕竟A-10C是2007年完成升级的机型 当时的升级呢 本来就比较仓促 而目前战机在对战场态势感知要求越来越高 美军把现役 且还能继续服役的A-10C 进行深度信息化改造 换用性能更佳的航电系统 本来就是为了让A-10 继续适应未来战场的客观要求 毕竟连F-16ABC这种型号 不都提出了F-16V这种深度改型了吗 第二呢 是以美军这次在A-10C机载武器 航电方面升级的侧重点 再联系到美国陆军 正在逐步从中东中亚等地收缩 为大国对抗做准备 这一轮对A-10C的升级 尤其是整合了GPU-39型 SDB小直径精确炸弹的举动 大兵认为 美军这是打算再把一种性价比高 能承担战场战役纵深阶段任务 打击地面硬目标的战斗机 给复活了 如果未来A-10C要继续整合 其他武器装备 例如长丁NLOS型 这种具备超视距 精确打击性能的反坦克导弹 将预示着 美军冷战时期的坦克杀手 将再度重拳出击 同时 它的战术纵深阶段的能力 也会更强 至于美军准备用A-10C 来承担大国对抗中的 密接空中支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也算是美国空军 在军费吃紧的情况下 比较合理的军备选择 不过 以A-10C的性能来说 在战场生存能力来看 大兵其实是有点怀疑的 他在承担纵深阶段类任务的时候 战场生存能力有多少 如果未来美军碰到 可能夺不下来完全的制空权 又或者对守国的野战防空网络 有极其严密的情况下 A-10C能发挥出的作战效能 是否真的比F-15E 或者是F-35A这种机型 更有优势呢 但是这本来就是不对等的对比 毕竟A-10起初的定位 就不是多用途战机 能接着用 就表明美军对A-10C 还是有很大信心的 总的来说 A-10有皮糙肉厚 火力强大 低空低速性能突出等优点 燃油的经济性 能使其长时间 在战场前沿空域活动 为地面部队提供随叫随到的支援 虽然较低的飞行速度 面对敌方战斗机时 生存能力相对较弱 但是便于飞行员目视搜索目标 识别敌我 避免友军之间的自相残杀 而美军为了他能够适应 不断延长的服役期 曾进行过大大小小多次升级改进 现在的A-10 更换了新型的通讯数据链 升级了观察瞄准设备 简化了投弹操作系统 还能使用精确制导炸弹的能力 几乎可以满足 所有对地打击任务的需要 不过这款战机 毕竟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产品了 出厂都几十年了 所以美国空军 一直试图找到一个替代型号 最近一次 就是以F-35取代A-10 只可惜失败了 主要原因呢 还是他的工作实在没谁能替代 比如说超低空攻击 野战机场起降 高维护性能 也许只是单向要求的话 还不算什么 但是当所有的要求 集中到一起的时候 其他战机 可以说是完全适应不了了 也就只有A-10 能够胜任这一任务 到目前来说 能够完全接替他的机种 是不存在的 即便是到了2040年以后 也许还要继续服役 如果真的要淘汰A-10的话 或许只能在未来的战场上 迎来没有发挥其价值的一个机会 可以说A-10已经成为了 现代航空史上的一个奇迹 也许未来会有其他机型 能够超越 但是它还是一款 具有传奇色彩的战机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有想看的武器 欢迎留言讨论 你想看的 也是我想要了解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以上 关注 请 请